只要3199的13 Pro Max 它到底有什么猫腻呢 今天你王哥一个视频告诉你 它到底有没有猫腻 首先咱们先来看一下外观 外观成色还是非常不错的 屏幕的话也没有明显的 呦 呸 呸 它干净 是不是 屏幕的话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划痕 是不是 就一些轻微的输入层磨损 贴膜的话你看这个位置 轻微的输入层磨损 贴膜的话都可以盖得住 像这种磨损是怎么来的呢 基本上都是 因为大家也知道 就是你王哥拿货嘛 都是几百来几百来拿 像这些的话都是机器 像这些你看像这些机器都是盖在上面 然后它磨损到了知道吧 所以说这些的话都贴膜可以盖 然后呢120Hz的高刷 哇 6.7寸的一个大屏幕 后置三色还有激光雷达 顶级旗舰的一个配置 这个呢直角的边框 而且呢支持5G 对不对 然后机器的话功能都是吃好的 都是没问题 机器呢也都是存原无修的 为什么它这么便宜呢 很多兄弟说 看其他同行还在卖4500 4600的都有 为什么你直接比别人便宜1500 是不是直接319就可以拿得到 那首先呢给大家看一下 认不认识这个 这玩意儿呢就是美版毫米波 它是美版的 然后呢这个是美版卡贴的 需要配合卡贴QB解锁 目前的话QB解锁信号还是比较稳定的 大家可以放心 然后所以说呢 如果有了解过卡贴机的兄弟们 懂得怎么操作的 你再来入手 然后如果想要5锁的话 目前的话你王哥家的5锁的13 Pro Max呢 也不像其他家 直接4600 477嘛 直接的话3999也可以拿得到 知道吧兄弟们 反正就是这个性价比 你们觉得怎么样 3199的13 Pro Max 你们能不能接受 如果能接受 欢迎在评论区给你王哥留个言 你王哥给你点个赞 谢谢大家